台湾驻旧金山经文处长黎任,湾驱全桥办欢送会 上周末,旧金山湾驱华侨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举办晚会 欢送台湾驻旧金山经文处处长廖伟平 主持人表示,当晚的唯一嘉宾就是廖伟平 晚会以唱歌、跳舞、切蛋糕的形式表达惜别之意 回顾在湾驱任职六年期间的经历,廖伟平说 记得刚来的时候,湾驱的环境不太友善 此外,这里的人际关系也很复杂 但是他觉得维护乔社的和谐是他的责任 于是便往此方向努力 他说回台湾之后,他要静心休养一段时间 多位华人社区领袖和主流人士都来参加这次西别晚会 加州参议员于印良代表加州参议会表彰廖伟平 库伯蒂诺市市议员黄绍雄 塞萨沃沟塔市市议员刘嘉玲 和盛河西市副市长David Cortez 都称赞廖伟平为联络美国和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 乔社找到他总是都不会多讲一句话 一定是尽力地帮忙 我们这位处长是非常的和盖可亲 非常的亲近的 没有关架子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 不管他的长官也好 或者说是已经是在业党的领导人也好 他都非常以非常平常的心态去做他自己的工作 他的憨厚 他的憨厚 他的做事的努力 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一共有三百多人参加了当天的晚会 他们祝愿廖伟平回台湾后步步高升 而廖伟平将在5月15日正式离任 16日早上飞离旧金山 新唐人记者圆科桑尼维尔时报道